老花音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养化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你看这个花买回来半个月了 这个是个瑞香 它说叶子不挤 花球一碰就掉 其实这很正常 你像我去年的时候给大家做开箱也好 做寄养也好 这个瑞香到时候 它第一波花开的都不新鲜 只有第二波稍微好一些 我发现瑞香有一个什么掉点 过旱或者过热 或者过干都不挖晒 它就喜欢那种很温润 光照最好是不用特别特别的强 光照强的时候也行 但是空气速度也要高 就像广东啊福建那种闷热闷热的那种 它会长得比较好 所以你在北方啊 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地栽 它都差很多意思的 就是那种典型的南方形花卉了 懂这个事就行 这个我建议这位臭宝呢 表面的盆头该松的松一松 该去出来的去出来 略干一点的时候 该浇水的就浇水啊 你这个都有点缺水了 好吧 臭宝 你这个小懒猫 下个臭宝说 茶花不开花买回来就这样 你看过我那个茶花的视频吗 就是要苏蕾的 花苞很多 它根本供不开 现在你这个叶子发黄 还有点碱性高 就是不适合它的生长 就跟人一样 胃酸分泌不足吗 它就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它不就营养不了了吗 你现在这个还有点碱性高 营养本身就不够用 你再供不上去 把花坡都掐了吧 用点反飞水调一调 能调回来就调 把表面的土也记得挖出来一部分啊 下个臭宝说 滴水观音 有点密啊 有点密 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了 该撕肥的撕肥了 好吧 臭宝 下个臭宝说 洗根换土呢 上了肥料 哪个老师教你的洗根换土还上肥料 嘎了 已经没救了 洗根换土不要上肥 明白吗 记住就行了 下次不要这样的 下个臭宝说 垂丝茉莉 透湿期间 黄叶子这那那的 就是缺肥啊 你得撕肥的 这位臭宝 它开花期间 它消耗大量的养分 你要是不撕肥的话 它怎么能行呢 别的也没啥呢 在视频里面出现的这个呢 就是我前段时间收养了这个流浪的小断尾巴猫 营养不良啊 这个家伙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爱你默默答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